《西城 雪士》 《沈西城 林康正 Baby》 《 屯理論盡》 《 天下大事》 《 香港日是 昔日往事》 《 香港日是 昔日往事》 好 回到第二節 今年好像沈大哥是什麼話說 是一隻惡狗 是惡狗 李立浦 乖乖 我穿波爺乖 乖乖乖 花名就餵食 是餵食 他專門跟貓爭吃的聽你說 是啊 我的狗其實也很有趣 他是查理斯皇小獵犬 那他文的那隻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小時候看過卡通片《小鯨魚流文》 那隻小姐其實就是這隻狗 那我的狗除了較為有趣之外 它是一個特性的 它又喜歡吃東西 但是他喜歡吃的是什麼呢 牛肉那些當然喜歡吃 但是他喜歡吃魚 喜歡吃蝦 有骨也不能搞的 要塗肉給他 是 關鍵就是這裏 蝦就不是蟹 蟹就很吵架 蝦其實剝掉蝦殼 只有一條條條條條 那魚怎麼搞呢 魚沒有的 魚肉 魚肉 我們不是整條魚給牠吃 OK 這隻狗是蝦 貓搶食 養一下貓 但是牠的狗很重要 現在百歲時常睡覺 在牠的床床都睡得不足 我的狗現在要給人 我那隻狗就不行了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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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Vendy 姐這樣瘦削 不是啊 是不是很活躍啊 最近被領養瘦了 在那時候肥皂 他可能也不喜歡 因為Vendy 和牠玩 後來牠撲過來 Vendy 和牠玩 走開 這樣就不行了 牠很射一隻狗 狗也很可憐 跟了我們一年齡一個月 現在這樣 你知不知道 沈大哥短短一個月之內 不見了老婆 不見了一隻狗 本來我們一家三口 現在一家一口 你說了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 現在真的很幸好 我女兒叫牠去居住 有時心情當然不好 對不對 但是有時人生的事很無奈 不到你猜 或者娃娃應吼李青 在家裡死了也不緊要 慘了死了幾樓 沒有人知道 開不進去 就在那裡發囚 那你更好笑 那些海光街海光園 在那裡 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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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住過 就是那個海光園 就是李青住的大廈 那就是兩房一廳 都不是說 當然比起他那個山廳 都不是說慘得那麼厲害 我不知道李青 應該是向海那邊來的 不是向海那邊 不是向海那邊 是向馬路 是怎樣過活 有時聽人說住在板間房 原來他住在海光園 都不是很差 他不是出來 但是他人很孤獨 不見人 他說第一 他媽媽過生 第二 男朋友過生 刺激到他 他就不是輸到股票 輸錢 在澳門 但是我覺得 人呢 就不可以用這樣做藉口 嗯 如果你是有錢 你懂得處理打點 就不至於說慘到這樣 他可能不交了那些損油 你知道股票呢 我師傅說的 你知道嗎 你想被死叫買股票 嗯 因為你股票 他就認為老千 是 認爲成數多很多 老實 說給你聽 你買個股票 039這個距離 你知不知道039是什麼人來打拾 什麼後排 你全部不知道 你聽人家起 你就聽著那些 股票專家起 你又買 到時一蹦就沒有散 根本就不是我們玩的 啊 這些東西呢 就不要碰 當然是撞靶啦 第二呢 去澳門賭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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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個死十二個 不是死十個 是死十二個 是 這樣呢 就敗了一個身家 那時候邵略夫 著事在那裡 還要關照一下他 邵先邵老闆 陸老闆 沒有了就沒有啦 那為什麼陸老闆照顧他呢 我聽聞而已 因為 哇哇 十六七歲 是邵氏 那時候邵日虎很喜歡他 他的刺濾之心 就交了給邵日虎 所以邵日虎很疼他 當時邵氏 就捧了他做影后 當他懂得演戲 但是十七歲做影后呢 邵老闆不捧你 怎做影后呢 從回鄉等都沒有你做了 所以一路接 結果呢 失了一個大老闆 跟著呢 雷各華又死了 沒有跟你結婚 那麼 兩個水喉射你不住 你還自己判是有錢的嘛 你這樣來拜法 你這樣做 你這樣做 那結果呢 很慘 聽聞說他身邊住 跑馬地不交租啊 告他趕他不走啊 那你說呢 一個影后做到這樣 如果你不是慘 你也不需要這樣做啦 不僅是他啊 是陳婷啊 也很慘啊 就是有一個夏帆也很慘啊 又是有錢難賭 現在又沒有錢 夏帆呢 夏帆又沒有那麼出名 就做很多 先生太太下女 就是王卓翰 啊 投資的 丁善仔做導演的 啊丁善仔 嗯 結果現在呢 我不知道要怎樣 又是由上面呢 山頂人搬下來 我們通常呢 我和我不是下面搬上去嘛 上面搬下來呢 直直告訴你呢 平地叮咚的聲音 直插水喉下來 是不是 你住山頂 又怎會住地下呢 不知道地下上去嘛 所以呢 女人 首先你知道 青春不是老 第二 有錢的投資 保值 第三 就不要亂洗 不要當自己 漂亮啊 老了就不要漂亮 你看看 劉嘉玲就厲害了 有樓啊 做生意 是不是 別人不一樣是做明星 這些是聰明女 那你呢 就蠢女 有錢就去賭 送給何鴻生 何鴻生 不會多謝你 好像我們曹達華 送了些錢給何鴻生 真是不好意思 只剩下跪卡 你喜歡住酒店 收你錢 喜歡吃東西 你吃啦 真是叫做有良心 有些老婆 抵你死 只要我不找一隻蠢鴻 你來 你輸掉你的事 所以最蠢是 尤其是女人 審問 哥哥有沒有聽過 住山頂 不是每個人都那麼容易住得到 很多人都住不頂不順 我回去 唉 你有沒有個福分呢 聽說我給不錢你 你這個福去不薄 你背不起 背不起 背不起呢 你便麻煩了 對不對 即我老婆 她的親妹 她的包妹 還沒還 姐姐都是福薄 知道嗎 姐姐都 我說我又不是李嘉誠 我又不是那些有錢 但即稍為好些 即大家不用優查優偉 以成的優查優偉 她受不了她的福薄 不是我講的 是她妹妹阿妹講的 我想一想都是 我有機會去台講話 寫稿 寫稿 寫很多好朋友 起碼不要說發達 起碼大家都過得去 她受不了 知不知 她福薄 五十五歲就走了 那等於 好像李青 你小時候又福 老了時候 你沒有這些福氣 所有男女都是 老了過得小 才是福 你年輕威也是沒用 就等於阮寧玉 你有聽過 聽過 很小時候 結果又是這樣 人言可畏 一個叫做寫作的 你知道哪個的 張愛玲 又是假的 你小時候 一舉成名 其實未必是一件好事 你是沒有這個福 李青 十七歲做影后 到他下半生 到了一九八十年代之後 那三十年代 他真的 三十幾歲之後 他不行 老實說 八十年代 如果你三十幾歲的時候 現在 女人真的只是風華靜默 是吧 我們阿窩阿姐七張一 都可以這樣 三十幾歲 但在那個年代 你三十幾歲就老了 很多明星 三十歲為何要遲殺呢 後浪上到來 你三十爛茶渣 現在三十一次化 四十年代 根本就是這樣 你寧波上來 他覺得被你推倒了 又見到自為三十歲 你以為又老了 其實現在女人三十歲 剛剛開始了 剛剛開始 但觀念不同 你說看到現在 李青 死不緊 死得那麼差 聽到心音 那屍體發臭 都沒有人知道 因為他沒有工人 所以年紀大 就沒有人知道 沒有讀他 年紀輕 好像李立王就行 他年輕 做了一隻波爾 你一個人 你病 有時候很危險 你真的不知道 你突然中風 如果送得遲 還要送不遲 就沒有了 即是好像 我老婆 如果我不在那裡 一個人 真的又好像李青 是吧 我也知道 前一陣子 我在加拿大回來 我突然去打標高 我晚上可以上到一百八十幾 我可能還未走得住 我可以馬上去醫院看醫生 如果年紀大了 即是大多十年 那我真的可能會去打標高 你為什麼會去打標高呢 可能是因為那時候 在兩邊 兩邊要遙控 這邊做直播的時候 剛好精神 到這邊可以休息 睡睡的睡眠不夠 所以說呢 賺錢很辛苦 我是賺不到錢 我賺不到錢 賺不到錢就是更辛苦 會要辛苦 但問題呢 任何事情 都是由低很辛苦做的 是 即是好像古天奈爾太 以前也很辛苦 沒有一個明星不辛苦 就算郭富城 跳舞 如果不是拍過田丹車廣告 他都未必有機會 有時候你辛苦 如果既然有一個機會 你把握得到 你就可以 有這一輩子 有機會都不懂得把握 那就沒有了 但有些人一輩子都沒有機會 你那條命是沒有 你怎樣想都沒有用的 不是每個男明星 女明星派氣紅 好李青 紅得快 謝得快 但是李青的故事 其中一個成功點 會不會跟他媽媽有關係呢 不是成不成功 以前那些女明星 眼不眼都是姓媽 有個姓媽 她是經理人 現在不流行 現在另外有經理人 但那時候很保護女兒 不僅是李青 是秦平的媽媽 赫莉莉的媽媽 是她的媽媽 是她的媽媽 她都見過了 她的姓媽 你的雜誌少年代 都看到很多的東西 喂 那時候朱毓華 朱虎子搞南角電影 香港影畫 一到月中就頭痛了 赫莉莉的媽媽來問你 喂 朱虎子今期是否我的女兒做封面 一會是李青的媽媽來 那是秦平的媽媽來 鄭伯伯的媽媽來 每個人都要做封面 說長海話的 你這幫星媽 你不介意啊 你OK 朱虎子 我這裏做封面 朱虎子今次 我這裏做封面 朱虎子 可以 可以 不夠五分鐘 李青剛剛 朱虎子 李青 不能播 李青 沒得走 OK 每個都OK 一出來 三個都不是 去了她 鄭伯伯 為什麽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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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嗎 聖旨就在這裏 李青 又來學這個封面 她不是 是醜過鄭伯伯 不是我 聰不聰 老闆 即是邵達夫 聰不聰 擺平你 是 因為這三個 其中一個是孫師 本來就不是 唯有找鄭伯伯 因為鄭伯伯 媽媽沒有來 就說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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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試試 我一直下一期 每年 所以她那時候 叫我去做這個 老總 那時候我二十幾歲 說我這麽厲害 才高八九 如來不是 朱虎子說 這個小孩 把嘴很厲害 上海話 國語 廣東話 懂得說英文 她對付這些人 是吧 又找個黨炮灰 其實我也想要的 沈大哥 我想要介紹那些星媽 有多難搞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 你有沒有搞過 不是 星媽很難搞 我就不是 荷莉莉阿媽來的 荷加五媽 就是荷加五媽媽 李清理 就是荷加五媽 秦平理 就是荷加五媽 荷加五媽 荷加五媽 我知道你來了 為什麽事 這麽事 我一定霸了星 這麽事 我一定在心裏 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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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夫子說 十幾個字條 來講 知夫子寫字條 準備 好啊 如果同學 如果同學 同學是好 這些好 當然好 李清理 清理好 你明白嗎 朱夫子始終想到一條招 在封面裏弄一些 雙封面 封底都是封面 截回來看 起碼一旗招呼了兩個 是啊 那話給你聽 永遠還有 那個邵氏那些 電影那些雜誌 很少有男明星做封面 為什麽呢 那時候還女輕男啊 因為老闆喜歡 那個時代 是陳柳做過封面 後來 因為張哲 楊公電一令呢 七十年代的中期 德國 姜大衛 陳柳大衛 以前沒有的 以前呢 六十年代 女人做事 什麼都是以女人 何日君座內 香港花月夜 全部是女人做事 甚至去到一些武俠片 龍門客棧 黑女 大罪俠的都是女孩子 鄭佩佩 金燕子 所以說那些女人大了 因為那些人 後來張哲很偉特 有一些男人才出頭 我下集就告訴你 笑死你了 我都不明白 為什麽他找姜大衛做男主角 他還小一個 大哥 我都可以 下一集就告訴你 為什麽那些大導演 怎麽選角 李漢祥又怎麽選女人 我們張哲 導演又怎麽選男主角 原來真的有叫謀室遁開 所以大的導演 他真的有一個圖 厲害 是有眼光 是吧 他不用沈西成就撿到 不是他已經由大導演變小導演 小導演被陸老闆踢出門口 他懂得選人 他好像叫我去做 即是說我夠精靈 夠精靈 有色實去話 怎麽知道 有一個做唱技的照片 就是 他叫他死 他叫他死 他告訴我 你這個星馬這麽難搞的 那真是難搞的 真是難搞的 你知不知 那兩個個都跪了個女兒 但我又想問問 沈黎哥 只是有少許時間 為什麽但因為影話雜誌 我們要給面子 星馬這麽重要 他給了你 還是什麽原因 下期講 下一集 下一節過去講 好嗎 好 一會兒再回來第三節的西城說事